今天總辭啦 不過議員有說就是根據所知的資料 八年來是有113位的議題急速手掌是有離開市府 那您自己覺得這個用人管理部分有沒有一些需要檢討或條件的地方 第一點喔 我大概剛才翻了一下 因為本來八年當中有沒有 退休的 轉往中央發展 甚至在府內升官調職的都有 所以這種數字 我覺得常常是這樣啦 你看單個數字 不然你要跟其他的縣市來比較 我自己看過是還好 那你自己覺得用人管理我要檢討的地方 大概一開始 因為剛當政治素人 磨合是有問題 後來到第二任首長有兵犯的就很少了 市長你怎麼看說 因為你前身兩年當市長像漢縣地域曹操一樣 要很認真努力才懂市政 那你進行跟蔣市長交接 你認為蔣市長是資優升 會比你更快熟悉市政 還是一般升會比你更慢 就是這樣啦 很多事情要上任以後才知道 現在都是假設性問題 不過我覺得他的團隊也不錯 應該上任的這種障礙會比較少一點 那他辭職好嗎 奇怪 你為什麼要問這種題目 他已經具備好當市長的能力了嗎 等他上任以後 大家就曉得了 這個都還沒做 為什麼要預測人家的 市長 問一下市政議題 一樣會寫檢討報告 還有該懲署的會懲署 這個還是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大巨蛋的部分 蔣萬安他今天會有正在聽取檢報 他也是說其他一年之內可以完成 所以您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嗎 您覺得這個目標是可以做到的嗎 這個大巨蛋其實本來就都停在那裡 其實那個審查送進中央已經省了一年又八個月了 那個只要中央過了其實後面都很容易 大概剩下就試營運計畫而已 市長想問 因為昨天講到新竹棒球場1210認為是弊案 不過昨天高桓案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不能定義新竹棒球場是弊案 你怎麼看他的說法 沒有人說他是弊案 只是說 只是說不好解釋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我想是這樣 沒有證據你也不能說他是弊案 所以我相信 新的市政府上去自然會把資料公開 再來看看 你沒有資料講什麼都沒有用 市長現在高桓案事件有傳出一謀論 除了擋你之外 甚至有傳出說 打高桓案是為了擋郭台北 台灣每天都有陰謀論 不然他每天過營節目就不知道要討論什麼 不過看一看就好了 其實世界上也沒那麼多陰謀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市長 我們現在蔡總統最近被民進黨的黨內人士不斷的逼攻 那現在現在傳出這個故事 怎麼可能來接什麼 一樣啦 我們不用去回答 假設性的問題 這個 這個 我答案是我們這個世界上太多揣測 發聲再講吧 OK 謝謝 彭副市長喔 還有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 蔡副市長 你知道齁 身兵在家齁 所以我們還是要謝謝他 還有我們 陳志明秘書長還有各位首長跟媒體朋友大家好 本人擔任是台北市長八年齁 那 首先要感謝我們全體同仁的支持跟付出齁 才能讓台北在一個進步的路上齁 還是有留下一些成績 那透過這機會齁 感謝彭副市長 陳秘書長 以及各位局處首長齁 長期配合我們市政發展齁 推動各項市政工作齁 給台北這個城市帶來的創新跟改變 那麼 一般來講說市政成績齁 大家還是習慣就要問說 硬體有哪些 那事實上在我上任當天晚上齁 就拆掉了 分工八年都沒有使用過的 宗教系路工作專用道 從那一天開始你知道齁 我們就開始了一個 改變台北城市的一個歷程 那這八年來我想各位首長都知道齁 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開會 不管怎麼樣這也是一種毅力的表現 那這個其實 這個要謝謝我在台大醫院你知道齁 三十年的教育 養成我們這種紀律的文化 你知道齁 那每天早上召開城會 建立PM制度 用理性務實科學的精神 來面對我們市政議題 來探討解決方案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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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旦還沒完全使用 我大概包括國賠、法律結婚都解決掉 就只等待中央批准大概就可以完工、使用 那昨天早上還開這個櫻圖的會議 這個大概是下一個規劃都完成了 現在就等預算也編了 現在就是等設計圖出來安部就班了去施工 美美二館已經在開工了 所以我們大概幾個重大建設都有在進行 那海綿城市、田園城市 這是我們比較有在注重這種城市的長期發展 特別有去做,注意到 不過在硬體建設,這是看得到的 其實真正重要的還是一個政治文化的改變 我想有參加過陳委員都知道 政治的誠信是我們這個這屆政府的最大特色 我常常開會的時候大家都明著來的 我還記得我剛來當市長的時候,在開完會以後 還有首長問我說 市長你剛才那個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嗎? 我還問他說不然是什麼意思 後來才發現說原來 原來以前都開會講一套 背後下來還要再另外交代一套 奇怪 跟我們外科的文化完全不一樣 所以政治誠信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很誠實的討論問題 很誠實的去面對問題 那麼這八年來到我們理性務實科學 我想你們都知道,你們只要變得引火都會聽你們的 大家都比數據,理性務實科學的精神 那科學跟宗教最大不同點在哪裡? 科學它永遠做,如果你提出證據 它可以改變你 宗教是有不可以改變的一些信仰 這不太一樣 那最重要還是政治價值 我們不因少數人利益犧牲長期的利益 不因短期利益犧牲多數人利益 不因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因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一點是做得非常好 那我們也因為說不同的議員 不同的里長有不同的黨派給他不同的待遇 我們一向都是堅守我們相信的政治價值 那作為醫生來當市長 心存善念盡力而為還是我的基本行為的態度 那也在這八年當中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一開始只是一個政治的理想 不過我們還是給他一步一步給他實現 我們現在有公民事務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還有連任透明委員會 我們都可以讓外面進來 我們台北市的歡箱倒� 你覺得哪邊有問題就給你看 那主要是因為是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也沒有搞什麼壞事 所以如果要看就給你看 那不管公民事務委員會 或是青年事務委員會 他也把很多民間的提案 帶進市政府 我想這對公務員去面對人民的時候 這也是一種互動 建立一個良好互動的關係 那參與市預算 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民主政治不是四年投一次票 更重要他是一個學習 他是要培養的 所以我們那個參與市預算 從這個里長開始 到這種NGO、NPO 最後到高中 我想這個深化整個台灣民主是有他的意義 那公開透明就更不用講 大概沒有個政府像我們這麼公開透明 也像議會要所知 你知道齁 除非是我們有自己內部有命令 不然原則上都是議員要所知 我們都百分之百就提供 這也是 為什麼在台北市政府 弊案非常少 我發現只要公開透明 很多問題就解決掉 所以我們那個連鎮透明平台 這個就解決掉我們很多 過去一些BOT案 老是被外界懷疑 我自己任何辦的BOT案 都從來沒有人懷疑過 因為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資料全部在網站上面 這怎麼會有問題 所以公開透明是一個文化 那其實是這樣齁 清廉勤政愛民愛鄉土 這才是真正我們去實現 清廉我想是大家也非常清楚 勤政就更不用講 認真工作是一種文化 那我們對這個 我們所處的台灣 還是有他的 對我們的堅持 那 最後要再跟大家講齁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過去台灣的政治的口號太多 做得太少 不像我們 當然大家覺得SOP 類管 覺得好像很不習慣 就是要跟大家講齁 我們每次在開會的時候 講說凡是不能寫SOP 不能寫Flow chart 不能畫FWC 都是屁畫 我們要求他一定可以執行 所以說我們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麼台北已經改變成真 那我們希望它可以持續發生 這是我2014年選台北市長之後的競選口號 那麼今天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由副市長歲同局處的政府首長提出總辭 那麼新的事務團隊將在10月25日 接續我們市政的建設 那我們也希望說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下一任的政府一樣 繼續努力 讓台北繼續前進 那最後 在這個地方還是要表達本人的由衷感謝之意 你知道齁 要謝謝所有市府同仁的辛苦付出 還有我們市民朋友的支持 你知道齁 這個 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表達我的萬分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 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市長 謝謝大家